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压输电线炉在经历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后 难免出现零部件损坏 电力检修可以及时发现线路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人们能持续稳定的用电 既来源于发电和输电设备的可靠性 更来源于电力检修人员的辛勤职守 国家电网厦门供电公司书店中心代电班副班长陈国信 一直扎根电力检修第一线 针对检修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他多次创新方法和技术 化解电力检修难题 保障了人们的用电可靠 来 这边来 这个 这个我锁进了 这个锁进了 那个底下没锁 这个也没锁 这个松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并且如果绑扎不牢固 销湖绳一旦脱落 将会引起严重的电力事故 2010年 面对输电导线搭接铜线 易脱落的安全隐患问题 陈国信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他希望用更加简单有效的工具 来代替绑扎 让导线搭接更加高效便捷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采用绑扎法的这种 那个效忽绳的一个绑扎 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繁琐的 你如果说哪一个地方没有绑扎好 出现这一个脱开的话 那这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故了 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在想 就是说能不能采用一种夹具式的这种 那个工具 来替代他的这种绳索的一个绑扎 有了想法 陈国信立即着手执行 他心里想着家具的样子 笔下便画出相应的图纸 但是在加工厂 陈国信却遇到了问题 加工人员从未见过此种器件 无论陈国信如何讲解 加工人员都无法看懂图纸 我也跟他解释了 但是他就是不明白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事情就一直就是放不下 所以就说要不然就是用一个什么 给他做一个模型 然后有一天回家去的时候 就看到家里面有这个胡萝卜 那我就在想说 这个胡萝卜跟我要做的 这个工具也差不多 质地脆硬的胡萝卜便于雕刻 正符合陈国信的要求 接下来他便一刀接着一刀 在胡萝卜上雕刻 家里人问我说 这个是做什么 我说要雕刻一个工具 然后那个因为 那个要做一个工具 便利它去加工 那在这一块弄得满周子都是 所以家里人有一些觉得说 哎呀你这个都是在浪费这一些 那个胡萝卜 那个拿过来是要做菜用的 所以还是不怎么理解 几天后 陈国信的雕刻作品逐渐成型 当他带着胡萝卜模型 再次来到加工厂时 加工人员看过后 立刻明白了他的想法 最终 陈国信设计的用于 带电断接引线 现家用装置 被制作出来 应用在带电断接引线中 代替了以往繁琐的绑扎工艺 保障了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和输电线路的稳定 这就是我当时研制出来 用于带电断接引 削弗的一个工具 这个夹器给它安装在引线上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削弗绳的 由原来的这个绑扎 采用这一个螺栓的这个紧固 穿过去再把螺栓给它夹紧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连接牢固的 这么一个作用 也把这一些繁琐的一个程序 也给它简化掉了 操作的时间已经大大的这个缩短了 我们的功效也提高了 陈国信利用各种生活中的物品 组装出了家具模型 成功创新出带电断接引线用的家具 而随着电力科技的发展 陈国信面临的挑战也在逐步升级 他是否还能再次借用生活中的智慧 攻克电力检修的难关呢 在高压输电线路中 绝原子是铁塔上的关键绝原器件 用来使导线保持稳固 它的一端连接铁塔横单 另一端吊着导线 绝原子因受狂风暴雨侵蚀 经常需要更换 更换绝原子时 需要用人力操作提重工具 代替绝原子提掉导线 当绝原子更换完毕后 操作人员再将导线复位 但随着用电量的扩大 用于输电的导线变得越来越粗 重量也随之上升 普通提重工具不堪重负 更换绝原子变得越来越困难 2012年 在厦门松河县的检修中 陈国信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他和同事们使用的传统提重工具 已经很难提起新的粗重导线 松河县作用就是 由厦门松鱼电厂输送电能 到岛内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整个松河县大跨越段的 随之挡计的核载达到了7吨多 原来的这个作业工具 很难采用这种带电作业的方式 去进行更换 这一块就是对于我们 岛内的一个供电性的影响 就是也会比较大 所以当时也有在想 就是说能不能采用这种带电作业方式 去进行消除这个大跨越高塔的 线路的这个缺陷 所以当时我们也有去进行 这个研究相关的这个作业方法 跟加工的这个作业工具 七八吨的导线 单靠人力无法提起 陈国信只能选择先断电 然后架设起大型工具 来提掉导线 再进行检修 但是架设大型工具费时费力 并且松河线是电力入厦门岛的重要线路 断电操作会严重影响厦门岛内市民生活 陈国信决心想出更好的办法 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松河线 它那边原来就是采用停电作会方式 去进行消除我们的这个线路的这个缺陷 那刚好就是有这么一个自行车的 这一个轴承的这一个原力 以小代大的这一种那个平行齿轮 那这一个灵感呢 这个我们给它引用过来 这个确实就在这一方面 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果 平常骑自行车时 骑车者登前齿轮带动后齿轮前进 前齿轮越大 骑车者越费力 陈国信由此想到 如果反过来 以小齿轮带大齿轮 岂不是能省力 陈国信从自行车中得到启发 在原有提重工具的基础上 增加一套平行齿轮组 齿轮组包括两颗齿轮 利用杠杆原理 以人力转动小齿轮 小齿轮带动大齿轮 大齿轮带动提重工具提掉导线 自行车的轴承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以大代小 那这个会自行车会骑得很快 但是它比较费劲 如果是以小代大 主动轴承在小的齿轮上面会比较慢 但是它这个就很省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装置 给它引用到我们的工具上面来 就能够起到一个省力 单个人单手来进行摇动 就很轻松地可以把导线给它提升起来 然而新工具是否适用尚需实践检验 检修人员要爬上高塔 站在高塔横端上 在距地面180米的高空 第一次通过工具提起七八吨的导线 一系列指定动作要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 危险度操作难度都高于日常检修 那么该由谁来进行第一次的试验呢 一个是闲掉在空中当中 你会感觉说底下是万丈深烟 一下子感觉心里面是没有底的 既然是工具的研制的主要带头人 那我就是要去把这个工具实际现场去给它安装起来 所以我就第一个去做了这一个有关的 这一个进出电厂的操作了 陈国信挺身而出 承担了试验的重任 他携带着新的工具爬上高塔 单手转动把手 在齿轮的带动下 七八吨的导线被缓慢提起到指定高度 然后再放下 全过程仅仅耗时三分钟 试验成功 新工具被证明可以适用于带电检修工作 这套工具的研制提高了工作效力 而且不用停电 保证机面的正常用电 这也是我们外星工人的共同心愿 陈国信的这项发明被命名为 书电线路用120千牛工作喝在省力思杠 他使得提重工具的提重能力升至12吨 陈国信利用省力思杠在塔上进行了第一次实际带电作业后 省力思杠在厦门被广泛应用起来 成功解决了松河线等多条线路的带电作业技术难题 保证了电网的稳定运行 降低了电力检修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通过这么一系列的这么一种过程当中 大家的整体的这一种能力都在不断地提高 特别是大家在用了这一种 我们自己研制的这一个工具之后 都觉得说这种工具非常的方便 看到大家的笑容 我自己心里也感到非常的满足 陈国信将自行车的原理借用到电力工作中 发明了省力思杠 利用机器提掉导线 减轻了检修人员的工作强度 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一直思考如何继续利用科技 既分担检修人员的压力 帮助检修工作更高效 又能提高检修工作的安全性 2017年陈国信外出检修 当他正准备在电线上悬挂滑轮时 却遇到了阻碍 在线路检修中 检修人员时常需要将滑轮挂在电线上 以运送人员或工具 以往此类情况 检修人员只需利用一根细长的操作杆 像钓鱼杆一样勾住滑轮 送到电线上挂住 然而当时的高压铁塔周围环境复杂 树木丛生 检修人员很难伸展开操作杆 线路通道底下 很难以为就是像那个一马平川底下 没有任何的遮挡的 我们线路底下 比如说建筑 树木 或者是池塘 低压线 桥梁 等等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线路底下 这个是很经常见到的 那有时候碰到的这些 你就没办法去跨越了 或者就是说你要花费很多的这种精力 就是一直有这么一种想法 就是说在我这个挂滑车的上面 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件工具 给它移动到另外一方 不会受到这一些的这个障碍 那我在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能不能用无人机 来替代我们人员的这种操作 无人机能够被操控飞行到指定地点 但是无人机本身并不能完成滑轮的安装工作 只有无人机明显不够 应该用什么工具将滑轮抓取 并挂到电线上呢 陈国信又陷入了沉思 后来看到人家接店面 有那种抓布娃娃的这种游戏机 我感觉到很新鲜 能够通过操作我们的这一个手柄 就可以来移动这一个抓手 我一下子想到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也能够做成一个抓手 去抓我们的这一个滑车 那这样不就实现了吗 这个工具就是我们第一次研究出来的 用于这一个抓起工具的这一个爪子 你看我们这一个可以抓起我们一些想要的这一些物体 陈国信借用娃娃机的原理 在无人机上安装爪子 抓住滑轮带到高空安装 他本以为这个新的工具可以投入使用了 但是每次爪子在抓住滑轮后却无法松开 根本无法实现安装 我们做出来的那个抓剂 给它安装在无人机上面 由无人机带到空中 去给它挂在导线上面 那在这个时候 你这个无人机要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个滑车机 进行这一个分离呢 没办法分离 无人机也就只能是一直停在空中 后来刚好有看到的就是 我们下雨天的时候 用了那种自动弹出的这个雨伞 如果是用到我们的这一个抓起的这一个抓剂上面 那我也可以就是让这个抓剂到了一定状态 让它再合不起来一直张开了 那这样就可以来实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抓剂 跟我们的这个滑车之间的一个分离 当雨伞撑开后 雨伞内的弹片会从槽中弹出 阻止雨伞合上 当持伞者要合上雨伞时 需主动将弹片推进槽内 陈国信将雨伞的原理应用到抓取工具上 用一枚定位珠代替弹片 当爪子抓到滑轮时 定位珠会弹出 就像弹片卡住雨伞一样 定位珠紧紧卡住爪子 令它不能肆意张开 后来我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改进 就是采用这种那个圆环形的 那我们采用这个吊锅去三角锅去这个锅起 那这个整体上面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我们又对这件工具呢 再进行进一步的去进行这个U化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就更为简洁了 但是它实现起来却更为高效 陈国信将抓取工具不断升级 和无人机形成完美的配合 代替人完成了高危险性的 高难度的工作 在陈国信和同事们的努力下 电力检修逐渐走向更安全更高效 不仅更好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 还保障了人们生活的便利 我们的这种基础的这个创新 在不断的去得到解决 那就是说 把一些想法给它变成办法 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成果 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落到我们的这个实处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梦想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书店线路 能够实现完全的这个待电作业 不需要去停电的这个检修 让灯永远亮起来 你如果是要问我说 这三十多年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那我可以告诉你 每当夜幕降临 满城的霓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